《風華大視野》 《風華大視野》 各位好 歡迎收看《風華大視野》 去理髮店修面 去定制一套自己的西裝 或者去買幾件手繪的詞句 這些聽起來更像是情懷 而不是現實的生活 的確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代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 T恤刀 商場的品牌服飾 超市賣場 都完全可以解決相同的需求 即便這樣 也依然有人固執地將別人看來 已經變成過去的事情延續至今 因為這些對於他們 就是自己的每一天 就是問時的生活 一直到下午快五點 這家理髮店 才終於稍微閒下來了一陣 嚴太是這家店的老闆娘 忙了一天 這才剛剛得空看回報紙 剛剛換下工作服 抽空吃菠蘿包的是嚴淑 她是這家理髮店的老闆 好 請你吃這個麵包 香港這個麵包你有沒有吃過 還沒了 沒時間的 挺好吃的 我跟你講 熱的 又香又甜的 脆 脆蹦蹦的 嚴淑說 現在這個時間 她吃的應該算下午差 她是60年前 親戚帶著一起 從大陸申請通行證來的香港 那年她13歲 出到香港時 並沒有覺得香港有多好 倒是菠蘿包比老家那種 用印花蠟紙包著的雞蛋麵包 要好吃很多 來了 你精湊 我都洗你了 找我去的 出國來香港的時候 香港的是本地人的 理髮店的髮型 很土 你知道嗎 他們那個時候很土 其實我們上海人 上海理髮師來了以後的話 也把上香港的髮型改變過來 洗髮修免 體虛刮臉 這些幾十年前的時尚 就這樣被這些老主顧們 固執地留到了今天的香港 理髮全套148港幣 一味地收費 也並不比現在普通的髮廊便宜 顏老闆幾乎不用擔心沒有生意 像這些工作以前都有人做 現在沒有人做 都要我來做 你看看要不要命 以前都有小工 我請了小工 現在小工沒有人 做不到 我不做沒有人做 我不做沒有人做 所以男方的 太累了 有的 顏太是台灣人 20歲那年 她認識了 從香港去台灣探親的顏淑 第二年 那個叫戴海倫的台灣姑娘 就嫁到了香港 從此成了顏太 那是顏淑在香港的第八年 在香港學理髮出圖後 自己做了四五年師傅 1966年結婚後 就和顏太一起開了這家店 一開就是50多年 顏太最近總唠叨的就是 沒想到自己當了50年的老闆娘 現在卻幹起了小工的活 我73年 73歲 在我們國內的話 五十幾 五十多一點就做 有的人沒有到五十幾退休了 我聽他們講 但是我們香港人 香港人不想退休 能夠做都想做 有的八十幾歲做 反正他能夠做得 有這個體力 這個手啊 不要震 不要震動 眼睛嘛 戴眼睛可以了 就這樣可以做了嘛 按照平均每天30個客人計算 一個客人洗髮 理髮 剃頸 刮面 至少需要用到八條毛巾 所以每天換洗將近300條的毛巾 是顏太現在最基本的工作 請不到師父 很辛苦 真的 我以前完全什麼都不要做 只坐在帳台上縮縮起來 招呼客人 應酬一些客人就夠了 所以把我弄得太熱 招呼 招呼 招呼他們沒有人從哪裡去招呼 我當報紙 現在報紙裡沒有什麼人看的 老人家 以前他們想文工找工作的時候 就做我們這行 花這個一天八塊錢看報紙 現在他們年紀大了都不看了 他們都在街邊拿這個不要錢 免費報紙 我沒有辦法 我在門口寫一張請理髮師 都沒有人來 有的時候有女兒子來問 女兒師父啊 我說可以啊 我說你會不會剃鬍子 她說我不會 不會那個什麼嘛 你剛才看到我們客人都要剃鬍子 蒙娜麗莎 這是這家理髮店的名字 理髮店的招牌 也是這條街上最醒目的 像嚴叔這樣開了50多年的 老式上海理髮店 在現在的香港也沒有幾家了 據說當年只要掛上上海二字 理髮店的收費都會貴上不少 馬邊坐 坐 而所謂的正宗上海理髮 是因為這裡不只是提供最新潮的髮型 它最特色的服務是替徐刮臉 我們學徒的時候師父講 你像這個手藝好啊 每天晚上要頂一組箱 收工的時候 很寧工無緣站馬 站在那邊 你這樣用手抓著筷子 好像這個是一個筷子一樣 你用手這樣抓住啊 抓這個筷子這樣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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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一次箱的時間啊 甚至於你搖過的時候啊搖過的時候 自己用筷子刮自己大腿啊 每個人的這樣的頭呢 屈蓋這個地方好像人頭一樣的嘛 是不是 屈蓋不是像人頭嗎 你把它刮刮刮 像人頭一樣這樣刮 你刮得多了 你手就軟了嘛 只是現在的年輕人 已經不太覺得 還有什麼必要再學這門手藝了 而會這套手藝的老師服 又都病的病 退休的退休 我們拍攝這天 算上嚴淑 店裡 只有兩位理髮師 如果嚴淑一天只接待十個客人 一個客人一整套服務下來 平均一個小時 那麼嚴淑一天 最少也得佔將近十個小時 所以在我們拍攝的這天 一直到下午五點 嚴淑說的這頓下午茶 其實是他這一天開工後 剛剛得空吃的第一頓飯 其實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周星馳講的周星馳講啊 周星馳你有沒有聽過 電影明星啊周星馳啊 除了羊肥茶 是個包 香港人就很滿足了 你們都吃菠蘿包 你們都派上去啊 你說這一天呢 屁股都沒到地兒 站了一天 是 今天好好點那個事 還要忙啊 是啊 在香港幹活就是這樣啊 就一定有這個精神 已經有這個精神了 沒有這個精神不行 這是個什麼精神啊 啊 這是個什麼精神啊 這是個什麼精神啊 老… 工作精神啊 樂愛工作 樂愛工作 樂愛工作啊 忙呢 忙一點嘛 工作好一點嘛 精神一點 這是不做的 那個長的 那邊拿出來 也沒有開 那邊那邊 就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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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了 那邊哪裡 有開了 放下啊 我很精神啊 於是 吃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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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在看電影 你喜歡看電影 他現在做生意真也很好啊 17歲還不到就來幫助我們呢 小小的很小那個時候啊 他現在做爺爺了多久了 做了幾十年 做了幾十年就是守著一班老復客 里面有很多客人 好朋友啊老朋友的客人很多啊 那就是大家聊聊天 那些李姐爸搬的整整集 漂漂亮亮的 他開心我們也開心 那活著不為了 你也不做事在家裡幹嘛 現在想動不動現在福利主義 老實靠政府啊靠這樣子 從前我們家裡的人 也是這樣子給人家笑了 給人家笑的 現在的人呢好像是 李主當男的一樣 不對了 因為社會做了多少事 老實說我希望政府社會 來幫助他們 就每個人想法不同啊 我們以前秋朵 從內地來的時候啊 我們在內地老實講的 自己跟著嘛 真的要自己跟著 自己也要努力 自己向前衝 我一個回馬的 所以有點東西啊 還有嗎 下一個 連成那邊 連成那邊 我去買了 我從後門走 這是五十多年前開店時 為了想在眾多商店裡 從上海理髮店突圍而出 顏書不惜大手筆購入的 日本燥帶有自動按摩功能的 非髮椅 一張椅要3800元 他一口氣購入八張 總值三萬多 顏書說 這個錢 在當時是可以買兩層樓的 只是如今 兩層樓已經需要上千萬 而非髮椅在五十年間 只是換了椅背皮 現在仍在使用 我把你做了 我的腿兩條腿都做過 靜脈 開刀 兩條腿都做過 因為轉的時間太久 這個年紀大了 老職業病啊 職業病 小孩子他們都跟我講 早就要我休息了 但是我在家裡很 很難過 很悶 很寂寞 所以我小孩子很 諒解 很了解 就隨便來看 父親能夠做多久 讓他做多久了 好 顏書說 以前店裡是每天早十點到晚十點的營業時間 現在改成了早九點到晚七點 畢竟年紀大了 有些人 在那裡 寂寞 寂寞 有些人 寂寞 寂寞 要是 社群 在家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上8點出門 從臀門到中環 然後沿半山扶梯 走到河里活大街 這是68歲的張先生 週一到週六 每天固定的上班路徑 我們有一個階段 看著Soho的高速 80,000人往上這個高速 每天 香港是指教的 畫面上的絲 可以剪裁 和製造完美的衣服 在這個窗戶 像是現實電視 製造成這個窗戶 你的衣服會變得這麼多 窗戶會挺一點 師傅 我切針給你看 讓你原有才這個位置 低回半處 西雙像度很適合 我進來的時候 已經是第四個師傅 有些師傅 我過後才知道 他們在那裡賭 他說看看張師傅做得多久 你是做這行的 老闆是這行的 他請了你 他看你製造的東西 看你的手勢 已經知道你行不行 手勢做的東西 就沒得騙人的嘛 師傅 他跟這個師傅 有個師傅嗎 我喜歡張師傅的原因 他是很面舊的 因為我們有 大概有70到80% 其實都是舊的客人 他們會不停地來 不過他們不是常常來 張師傅就大概差不多 5到10秒之內 就可以馬上告訴我 那個客人之前去做什麼衣服 他有什麼特別要求 他5秒 我記得他 他是在銀行做什麼高級什麼 他有兩個兒子 什麼什麼之類 他喜歡有煙袋的 我喜歡他記得 因為他是從人情味出發 張師傅入行的時候15歲 是家中七個兄妹中的老大 當初只是因為 不想家裡負擔太重 才急著出來學門手藝 補貼家用 沒想到就這樣 當了一輩子裁服 最初車女學 就學整車 但是就嫌會髒 那跟著就轉 再找 就找了學洋服 那乾淨 還有我覺得 就是自己又喜歡穿衣 那一路就學了這項 直到現在 沒轉過工 已經68歲的張師傅 早已到了退休的年紀 平時身體也不算太好 但在朋友的邀約下 還是答應來了這家店 張師傅說 既然自己的手藝還有用 就再幹幾年 現在香港的師傅 個個都是好像我們 這樣的年紀 退休一個就少一個 退休一個就少一個 就一年會比一年少了 有些早的 即是 那個洋服的環境 不是那麼好 已經轉了行 最多就走去做看更 那樣 有些有手藝的 有車牌 就開的士 對 你們好嗎 你們想喝酒嗎 不 喝點水 是嗎 好 好 你們來找特別的地方嗎 我 結婚嗎 好 恭喜 她是在美國長大的韓國人 也是這家店的老闆 曾經在紐約做律師 2001年為了家庭 她來了香港 雖然這些年 香港西服定制行業逐漸示威 但她還是選擇開了這樣一家店 為什麼提供 這是很棒的問題 提供很重要 提供很重要 因為是關於關係 這家庭和這家庭和這家庭的關係 是很困難的 不只是兩人 但在世上 但是在世上 同時 這是一種的服務 你必須觸碰到別人 因為西服比較高 西服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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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較高 這個腳不要散開 你現在看看西服的長度 你喜不喜歡 如果我不是學了洋服 我是做其他工作的 到現在 我不知道有沒有穿西服 我都不知道 如果我不是做洋服 我又不需要穿西服 可能去扣幾個店 買一件穿就算了 但是自己做這項也不同 你自己接觸到 你自己可以做到 這樣又有另外的話題 張師傅說 做裁縫這行其實挺簡單的 客人滿意就好 也算對得起自己的手藝 而做到退休的年紀 卻成了一道窗口的風景 這倒是她沒想到的 身體那麼多 那就是她的家 我真的想過 你把我給她母親 熱衣 飯 那樣 我怕喝了 不然我怕喝一口 你不怕喝點頭 我怕喝點頭 我怕他喝點頭 我怕喝點頭 放點頭 這個工廠 這麼大 但是你們這麼多池 你們有沒有統計過有多少點 我們統計不了 所以客人說為什麼我們愈整愈多 其實我們除了這裡 我們以前在廠舊廠有萬多呎 一萬就是有千多咪 但是搬來這裡就只有四千多呎 只有四百多咪左右 所以地方不夠 香港九龍灣工業中心三樓 三十年前 一家老牌瓷場搬到了這裡 有人說是退守 也有人說是固執 總之他就此栖身於 這香港工業大廈臨歷的九龍灣 成為最後的貴族 這才是最有代表性的港彩 現在這些港彩都很受國內歡迎的 國內有很多博物館 他們都收藏我們的產品 這個也是傳統港彩 所以都有一個花頭 這個都是很出名的 百多年歷史的港彩圖案 這個我們叫牙邊 牙邊豆芳 每一個圖案都有 他就是這個瓷場的第三代老闆 曹志雄 這個當年在晉惠大學 讀生物物理的高材生 本來已經準備去美國繼續深造 但作為家中長子 繼承祖業才是本分 值得半路出家 一直守到了這個廠子的 廠子的第九十個年頭 港彩現在真正的 從事港彩生產 只有我們 我爺在1928年 就在香港設立 這個港彩採錢創 一直用這個名字到現在 這是曹先生最早記憶中 越冬瓷場的樣子 那時的瓷場還在九龍仔 這張照片拍攝於1958年 瓷場規模逐漸壯大 便搬到了大沃坪 因為之前中國內地時局動盪 很多廣東的工人到香港尋求生計 便投奔了越冬 一直到六七十年代 越冬瓷場的工人 最多達到近300名 是香港當時第一家 也是最大的一家手繪彩瓷工廠 星期一至五 下午三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王女 鄭漢良 中國點點點 六三五就過來香港 找工作 過來可以偷渡的 當時他大哥給我一個地址 在大沃坪的 那時候 那時候就大約有五圍櫃 可以人習慣到 那時候我們吃塊 可以玩用麵大鵝 煮的 不是用麵大鵝 那時候就最旺盛了 那時候最多的就是美國的買家 或者是歐洲的買家 那時候香港到英國的殖民地 那時候有很多美軍 第七艦隊的那些美軍人 來香港渡家 他們過得對於瓷器都很有興趣 所以我都想來那個廠買回一套餐具 從五十年代開始 因為朝鮮戰爭 美國對中國實行禁運 越東瓷場的瓷器 在當時最主要做的就是外銷瓷 這裡的瓷器曾經定向供應 香港各大老牌五星酒店 和英國官方機構 幾位港英時代的港督 各國駐港領事 外國明星 都是越東瓷場的顧客 你拿出來吧 拿出來 雖然現在這家老店 欺身於這樣的工業大廈 但從來不缺口碑介紹來 尋寶的客人 因為以前我們廣彩 最美的東西都在西歐 所以在歐洲就拍照 全部希望綁回它出來 以前在歐洲 用我們廣彩的圖案 然後就加一個家族的徽章 回來 一樣有家徽章的 我們就把那個家徽章就去了 就純粹用回我們的廣彩做出來 希望保留一下 如果將來有人什麼都繼續保留一下 廣彩這個行業 就算是應該 只是後來隨著80年代 內地勞動力市場開放 很多香港老闆將瓷器廠北移 硬花燙金 批量生產 但越東依然留守香港 幾斤搬遷一路退守 1985年來到了九龍灣工廠大廈中 90年前他的爺爺開創了 香港第一家手繪彩瓷工廠 90年後的今天 他守著香港最後一家 手繪彩瓷工廠 只是如今 只有三位師傅還在工作了 到現在就是人少了 人少了 沒什麼不同 全部個個都是這樣 一樣的燈光 一樣的工作台 一樣的顏料 在譚師傅眼裡 或許這幾十年 確實沒有太大不同 就像他所說 只是人少了而已 守繪古典人物大盤 守繪花卉蝴蝶大盤 守繪郭子儀祝壽大盤 這些出自譚師傅之手的作品 很多已經被 國內外大小博物館收藏 從60年代偷渡來港算起 譚師傅在越東找到工作後 就再也沒有離開 在這裡一做就是半個世紀 50年前他為了養活家人 來到香港討生計 50年後 家鄉的弟弟妹妹都早已退休 他依然坐在這裡 也把自己做成了 現在香港最後一位 能夠守惠 清朝乾隆年間慈祭的 彩慈師傅 這些我自己都不知道 總之是人類 總之是自己說出來 但是有人欣賞 有人想認識的就算了 最重要是這樣 我們始終都是 劃光了衛生 只要劃得出來就行了 八瓜碟 八十年代的八瓜碟 我看他都是手劃過 全套這樣才不值得收藏 一隻隻的花 火裏面有金田 上去真金來的那些 我都叫你選主了 我就是幫你做義工 一隻碟幫你煎花 你煎到些東西是花的 不用擔心不會花的 你那裡全部都是 我幫你做義工煎一隻 一二 一四四 四千五 四千五 這裡就只有不少 自己的電話寫在這裡 你拿到這裏就真的買了 歡迎你來看看 多點先 會議革命的不改變立場 永安興發啟動程序 暫時收回自治權 手上安復衣 出城普伊格蒙德 要做理智決定 問世艱難 這是香港人經常說的一句話 意思是找飯碗謀生不易 其實無論是顏書 張先生 還是譚師傅 在他們十幾歲的時候 也只是為了學門手藝 養活自己 然後守著本分努力生活 幾十年後卻無意間 把自己做成了 讓人們用來懷舊的 一道香港風景 感謝您收看 今天的《鳳凰大視野》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